本週四 美中雙方舉行第四論貿易談判 但是沒有達成任何實質成果 從媒體披露出的消息來看 雙方在基本問題上仍然缺少共識 更大規模的關稅戰 恐怕會成為美中貿易關係的新常態 美中第四論貿易談判 週三在華府舉行 危期兩天 中方以商務部副部長王壽文為首 美方則由財政部副部長馬爾帕斯林軍 川普總統此前已經明確表態 沒有對談判抱太大希望 最終 兩天的談判沒有交出任何具體成果 雙方也沒有公布下一輪談判的時間 川普週二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表示 對中美貿易戰並沒有設定時間表 川普說 解決與中國的貿易爭端將需要時間 因為中國在太長時間內獲得了太多 他們被灌壞了 川普還表示 他不討厭貿易摩擦 並對此有長期的展望 有專家表示 中共以往處理這一類的糾紛 都是用撒錢的策略 但是這一次行不通了 過去幾十年來 中共一直是這樣的 當美方不高興的時候 它就表示和緩啊 我買你波音飛機啊 我買你農產品啊 這樣來和緩 但是這次顯然用這種招已經不行了 所以我很懷疑這次能達到什麼實質性的結果 英國《金融時報》本週引述中美官員的消息說 美國將5月份雙方談判的框架 卸化為140多項具體要求作為本輪談判的重點 《華爾街日報》報導 美方要求中共降低關税 停止強迫美國企業轉讓技術 放寬市場准入 缺解貿易逆差等 《金融時報》披露 中共官員私下告訴美方 如果對抗局勢減緩 他們願意討論或實施 美方140項要求的三分之二 不過 中共官員私下表示 美方另外三分之一的要求 涉及中國國家安全 使中方禁區 不會討論 這些按照中共標準制定的作為討論禁區 能否讓美方接受 令人誠疑 路透社週六刊文 引用一名知情人士的話 透露了此次談判的部分細節 據悉 中方在談判中仍然自稱沒有違反WTO規則 同時尋求美方給予中國部分商品准入地位 謀取美方讓步 報導引用一位聽取談判簡報的消息人士說 中方仍卡在想要美方回報讓步的心態 這個在華盛頓已經行不通了 上個月 美中代表曾在WTO辯論 美方代表指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 因為官方仍然掌握和影響土地 能源 資本等要素的分配 而不是依照市場原則分配定價 但是中共代表卻稱 世界上沒有單一形式的市場經濟 並且否認國企受政府影響 讓美國人感到震驚的時代 很多最基本概念的現居上 我們談判的對話的基礎都不存在 談判結束當天 美中雙方開始對加支160億美元商品互徵關稅 同時 美國還在對下一波2000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舉行公聽會 預計這一波關稅最早將在9月生效 並且如期實施的可能性很大 專家認為 從目前美中雙方的態度來看 關稅戰很可能會成為持久戰 甚至發展成美中之間的新冷戰 中美貿易戰其實不光是貿易本身 它還帶有更加深層的原因 包括國際戰略 外交和兩種意識形態 兩種制度之間的對抗問題 實際上是一種新冷戰的格局 本週 川普因為美中關係摩擦升溫 取消了孤務卿蓬佩奧下週對朝鮮的訪問 顯然 貿易戰的格局已經遠遠超過經濟領域 而無論川普政府還是北京 對此都心知獨明